我們來第三節的掌權天下 新年各位家裏面有沒有擺一枝圖枝 我們不是道士,我們不會用圖木劍 用桃花可不可以代替呢? 其實可以的 但有人有一個習俗的說法 一年插桃花,你每年都要插 是 桃花,但很多人開枝散葉 更多人寓意走桃花運 但其實不是 做生意很著重桃花的開花結果 除了開花結果,最主要的問題是這樣 因為做生意是要招來四方的人士 你現在做生意有沒有說 我和拳哥兩個人認識的 就天天在我和你兩個中間做生意 當然不是的 當然最好美國也有訂單 歐洲也有訂單 那這些四方的人怎麼招來呢? 就利用桃花來招來 還有呢,桃花繞結子 其實是有兆頭的 我父親,我父親 當年他每年都插桃花 有一年 桃花裡結了一個紙 那年就是我弟弟生了一個兒子 這件事真是靈的 真是應的,你明白嗎? 但是因為桃花 總之習俗的說法就是 因為你每年都插桃花 你就不要吳插 吳插那年就一般 運氣會比較差 這就是桃花 我們回到端午節 端午節又好像類似過年 那做什麼呢? 看白蛇傳也知道 插槍袍 喝紅黃酒 用糯米飯做的種 來爬龍舟祭神 爬龍舟又做什麼? 又放炮獎 插槍袍是什麼呢? 為什麼呢? 槍袍是香花 你插了它 是不是可以趕蚊 趕蚊 趕蚊 其實就是某程度上 古人也不知道蚊 原來是帶菌的 蚊是帶菌的 總之知道有蟲就有邪 有邪就有外 於是 用槍袍就可以驅蚊 驅蚊 不會被人咬 喝紅黃酒 還有 當時還有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那些人掛什麼? 五毒香囊 有沒有聽過? 就是把五種毒物 帶了香囊 掛在香囊裡 那些人掛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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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驅蚊 那些人掛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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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紅黃酒 大家知道紅黃酒是什麼嗎? 英紅的紅的黃色的黃 如果沒有記錯 寫法應該是 今天是禁了 因為其實是毒酒 有生拉的 五毒呢 是吳弓、毒蛇、蝶子、逼虎和琴距 是的 就漏了這 漏了逼虎和琴距 還有 還有 他做了香囊 掛在身上 又是我們的辟邪 喝紅黃酒 古人就說 用來以毒攻毒 其實是把 肚子裡的毒 毒死了 說回來 當然 今天就 沒有人敢喝了 毒酒 明白嗎? 這個當年 是不是白蛇傳裡面那個 是的 白蘇貞就喝了一口紅黃酒 於是現了形 是 是 記不記得這個故事嗎? 但是 原本紅黃是用來解毒的 那就是以毒攻毒 古人就這樣說 但今天來說當然是禁 紅黃是可以克制毒蛇和蝶子 那當然 你知道是什麼毒 是什麼? 是山埃 沒錯 含有身 就是山埃 蛇字邊申請的身 就是山埃 當然有蛇當然怕你 結枝當然怕你 什麼都怕你 明白嗎? 所以 因為這樣 你看到 從春天 從過年開始 一直到端午 我們全部都是 所謂辟邪的習俗 其中裡面 有很多是放炮獎的 放炮獎有什麼理由呢? 大家放過炮獎都知道 或者放過煙花都知道 是否在空氣裡 尼曼著一層 那些 硫磺味 是 大家都知道 硫磺可以趕蛇 趕蛇 趕蟲蟻 那就是說 會不會 在當時 雖然我們說吸磺磺 應該對身體不好 但是在這些環境的空氣裡 如果有很多磺磺 是不是會令到 那些細菌 在這段時間 是生長期的時候 得以抑制呢? 我這個就有一個旁證的 當年我去行河 行河呢 很有趣的 行河就被印度人視為星河 視為星河的原因是什麼呢? 行河流經的流域有住了4億的印度人 但是從來沒有人因為飲行河水 出現輻射 或者喝了一些不乾淨的水 於是出現肚子出現問題 或者生寄生蟲 或者什麼什麼 全部沒有的 所以古代的印度人 視之為聖河 這些母親河的水 都不會壞人的 所以就是聖水來的 所以這麼髒他們也要喝 好了 這件事後來 這個差不多30年了 30年前我有一位法師 和尚 因為他很熟悉的地方 他就跟我解釋 其實很簡單 恆河是由五條支流組成的 就像手指一樣 他說其中一條支流 是流經一個硫磺礦的 那就是說 那個行河水裡面 有輕微的硫磺成分 所以就有殺菌天然殺菌的作用 那天然呢 當時那些人的 扔下河的廢物 大部分都是一些所謂的 Disposable Organic Waste 那這些有機的廢物呢 行河裏面有一些大的龜 即是水魚 那些水魚是整個盆這麼大的 很大隻的 他們就等於清道夫 就將那些有機廢物 就吃掉了 所以他就為什麼這條河呢 有一個好像 自我清潔的作用 第一 沒有細菌 因為 不是沒有細菌 就是細菌會減到很低 因為 有硫磺 第二 就是因為有那隻水魚 就可以吃掉了 但是今天呢 現在呢 行河水不可以就這樣喝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在其中一個源頭上面 建了一個化工廠 所以現在呢 那些化工的排污呢 就落在行河裡 所以那些人現在在那裡洗澡啊 在那裡做東西呢 有機會有皮膚病啊 所以你看到 這個就是人 天然呢 就有這種力量去清潔 但是 人為呢 自作業就沒得搞了 所以這個道理 我就想到了 喂 那些 炮掌煙花 所散出來的那些硫磺啊 會不會是對我們的空氣 裡面那些細菌啊 有一個壓抑清潔的作用呢 明白嗎 當然是少量啦 不是說你吸入大量牛磺 人都死啦 對不對 我還留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 經濟就是 那些萬蟲 起床吧 起床吧 近的 是現在那個 冠狀病毒的肺炎 是 遠的17年前的沙士 是 再講一個倫敦大瘟疫 是 我留意到現象 似乎呢 是在 春天這個 這個 這個季節 濕濕地 滋潤這個煤菌 或者疫情 很多 譬如 黑死病 歐洲流行的黑死病 都是大概在這個季節 對嗎 所以就是冬邪 春邪 所以為什麼要消炮獎呢 為什麼要消炮獎呢 明白 明白 大家如果 也都是有一個 統計學 你先說 統計學 我又說了 因為 是有衛生 流行病學專家 說 你知不知道 每一年都是這樣的 對 死人最多的時間 三四月 對 為什麼 因為老人家 病重患者 這幾個月 生理上 是最難捱的 對 是因為 他以為西醫 可能是天氣的 變化不定 身體已經弱了 難以調節 身體的免疫系統 去應付忽冷忽熱的天氣 以中國人 可能是所謂 以炸暖還寒的時候 對 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道理 其實完全是同一件事 不過是用不同的角度來解釋 中國人沒有科學 沒有 不懂什麼叫細菌 不懂這些東西 因為 我很記得 以前有個流行病 香港是有個流行病學研究 中心是什麼 在歷元 那個辦公室 在歷元 屋邨中間 有一件事 以前有衛生署長 叫李兆紅 我記得 我去問他 他講了很多流行病學 上的事情 對 其實是對的 因為很多事情 中國人是用統計學 來自己知道 發生的時間 因為中國人對時間的觀念 比較敏感一些 我講舊的 不是今天那些中國人 不是今天那些中國人 不懂的 以往古人都要說春邪 對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又講一些統計學給你看 2003年 當時 北京有沙士 香港有沙士 澳門沒有沙士 上海沒有沙士 有些人就會問 是否他們隱瞞疫情 不報告 等等 我當時問過一些澳門朋友 事後 這是在04、05後才問的 他們就說 不是 那時候澳門真的有幾個個案子 但全部都是珠海引入的 一日發現了 就立刻 一、二、三 就送回到珠海 就算了 所以澳門真的沒有 本土是沒有的 上海呢 我也真的問過 那些朋友 那些 上海的台灣朋友 香港朋友 他們就說 喂 我想一、兩個是有的 問題是 如果多的呢 其實他想隱瞞 是隱瞞不了的 死幾十人 怎麼可能隱瞞到呢 那些醫務人員都會爆出來 所以說他真的沒有 我當時就想 為什麼呢 尤其是最奇怪的是 香港和澳門 你說香港和澳門 每天有幾多人來往 有沒有五、六萬人 水翼船 有的 每半個小時一班 對 最繁忙時間 十五分鐘一班 對 怎麼會沒有五、六萬人 為什麼香港有 傳不到去澳門呢 奇不奇怪呢 那我就很簡單 統計學就是很簡單 澳門和上海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香港和北京沒有的 就是澳門放炮獎 上海呢 上海呢 表面當時 是這麼放煙花的 這麼放炮獎的 但我實際上去到 我曾經去過上海過過農林年 我朋友家裡 你知道怎麼放煙花嗎 我們這間宿舍大概是 2米乘2米 2米乘2米 高3米 全部都是煙花 這麼大的煙花 整間房子採他們了 每個就是一間特紙皮箱 然後又怎樣呢 1到12點 他們住別墅區、烏龍木齊、建國路那些地方 一二三就全部拿出去外面的空地 不是啊,在馬路中間,對不起,沒有空地 馬路中間,每家會戶自己拿出去門口燒 就和旁邊的房子鬥高煙花 其實挺好玩的 因為有一年,中秋節我去西湖過 好像以前那些一盆盆汽水 煙花那些一買,是買類似一盆的 抬出去,找空地點出去 連續放十多分鐘 它是有辦法,相連到你爆完一個又一個 爆完整盆的 爆完一箱,第二箱 但這個比較安全 我有一年聖誕節,我在台北過 聖誕和元旦,他們是放射的煙花 但他們在市中心很繁忙的道路之間 不知道在民居,總之在太平洋崇江附近 如果有人在市中心很危險 跌下來,穿了房子 上海就是這樣 你自己就看著 跌下來你家裡 那就糟了 那不是糟了,但這是習俗 但好處是什麼呢? 上海真的沒有沙士 那這件事之後 那幾年,2004、2005、2006 那時我在大陸 那時比較忙些 我經常跟大陸的朋友 有時撞到一些官員 跟他們說這件事 慢慢慢慢,過了幾年 他們真的開禁 被放炮漲 跟著那十幾年 是沒有這件事的 突然間,你記得前兩年 我們不是說,因為他們反恐 又說那些煙花傷人 又說那樣那樣,市區不給鑑 北京四環路外才准燒 不是,六環路外才准燒 四環路都不給,六環路好像說 六環路外,鄉村地方才燒 那,去年我們就有豬流感 今年就有沙士,信不信由你 還有,我又說一些 記不記得2003年的沙士的過程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當年也有人訪問我 問我,沙士什麼時候結束 我說,端午吧 結果就怎樣呢 流王法 就組織了一次 十八區 沒有火龍 你記得那個日子嗎 沒有三日,五月十八日 五月十八日 就是沒有了三日 如果大家知道 看清楚花市的過程 沒有了三日 就是沙士香港最後一個病例的出現 就是說過完那個沒有火龍之後呢 又沒有病例出了 剛剛端午節那天呢 就是六月十幾日 六月十幾日 我記得 就是世衛解除香港作為逆浮那一日 這些時間點的巧合呢 就是我沒有辦法可以證明 就是點煙花 搞這些事情呢 可以是真是 就是所謂 有科學的根據 或者有合理的推斷 2003年6月23日 世衛解除香港逆區的知名 那時候應該就是端午節 應該是端午節那天 我沒有記錯的 所以你看到 就是說 其實這些事情 這些時間上的巧合 往往就是那些事情的 來源來的 所以大家 我常常都鼓吹的 香港應該放回煙花的 或者放回炮掌的 其實很容易做的 你知道怎麼做嗎 在啟德 啟德最尾的巧道尾那裡 設一個區 你們那些人呢 每個人都要戴上眼鏡 戴上頭盔 穿上護膝 那你就走 那裡就有專賣的煙花 或者專賣的炮掌 就全部在那裡 進去 燒燒燒燒燒燒 燒完之後 就出來 就是規定了 那為什麼不可以呢 因為那個位置 又遠離民居 又遠離 所有的 又不會吵著人家睡覺 又不會弄 給他燒幾天 燒到大家開心 現在香港人就是屈住在那裡 就不開心 給他瘋一下 對不對 有時候被人輕狂一下 都是一件好事 那些人會開心一點 對 差不多 對 6月就結束了 那就是6月結束 我告訴你 世衛解除就是6月十幾日 23日 對 我記得 所以有些人問我 今次那件事會多久 我又是講同一個答案 又是5、6月 但是我希望今次 今次呢 那些鄉議局呢 就沒有人出來組織了 因為鄉議局已經是第二代掌管 那些人不搞了 讀這個番書 對 對 對 所以這些呢 有時候那些鄭族的事情 就是 你信不信都好 那些鄭族是有它的歷史和統計學的恩由的 就不是說隨便便 真的 封建迷信兩個字 四個字 就走去搞出來 你看香港 如果自己在家裡 點這個檀香或者那些 即不是香精那些 因為香精都是假的 真香 化學 真香呢 是不是也有些效呢 我的提議 當然啦 你說燒硫磺是很麻煩的 嗯 也很難聞的 那不是啊 因為燒硫磺不是叫你室內燒的 因為呢 我以前有個姑婆呢 就喜歡呢 一條的一些檀香 很幼的 我知道 檀香香一點 當然啦 貴多少啊 大哥 現在你知不知道檀香多貴啊 但不知道真還是假 現在又是假檀香 不是啊 那些檀香你知不知道多貴啊 大哥 整萬元一桶啊 大陸賣到 嗯 我有朋友送過給我 我都不捨得點 你明白嗎 在室內燒香 這個不是因為宗教理由 你不要 現在有些盲目的宗教信仰者 就認為燒香就是某種宗教的 就不適合我們這種宗教的 明白嗎 這種就是一種有錯誤的概念 其實現在室內呢 你怎麼適當的香氛呢 就是真香啊 嗯 是可以真的幫到你防疫的 我覺得 那如果你說硫磺呢 其實也有一個方法 嗯 現在那些很多屋 不是外面有個騎樓的嗎 嗯 就擺在騎樓那裡 沒錯 灑一些斜樓啊 窗邊那些地方 嗯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做呢 我自己 家裡呢 嗯 每年四邊 圍著四邊角 嗯 立春後我就做了 哎 就是瘋瘋瘋瘋 我知道 因為你是近山野嘛 所以